在社會上走跳呢 那肯定經歷過借錢還錢這種事情 不管是學貸啊 車貸房貸 還是親朋好友之間的借款 你應該都知道怎麼回事了喔 但是加密貨幣世界裡面 到底借貸是怎麼做的呢 為什麼大家都會說 加密貨幣世界裡面 借錢是最沒其事的呢 哈囉我是Bonnie 之前我訪問過一個在橋水工作的大神 他跟我說了一段話 他說金融存在的目的呢 是有閒置資金的人 把錢借給有點子會賺錢的人去用 有閒置資金的人就這樣子賺錢 就是利息嘛 有點子會賺錢的人呢 能借到更多錢當作工具來使用 進而賺到更多的錢 這支訪談真的很好看 我最近會把影片上講 所以說傳統世界裡面 最常見的信用借貸 它是怎麼運作的呢 信用它是傳統金融 跟銀行存在的最基礎 金融信用的機制呢 它是雙向的 就是銀行它要有信用 保證說來存錢的人 隨時都可以拿回自己的錢 那客戶也要有信用說 保證我會按時還錢不拖欠 對吧 比如說信用貸款 就是我用信用作為依據 去跟銀行申請的貸款 那不用去抵押物品 銀行就會去調閱 我的個人信用狀況啊 還有還款能力 伸出一個綜合的評估出來 如果覺得我信用夠好 收入夠高夠穩定 沒有太多其他的負債 銀行就會願意借我錢 但是銀行也可能會拒絕 我的信用貸款申請 比如說信用評分不夠高 或是說它如果覺得 你提供的資料是假的 或者是覺得你的工作收入 不夠高不夠穩定 一般來說呢工作六個月以上 就可以用這個勞健保 或者是薪資轉帳的記錄 作為證明文件 跟銀行去提出貸款的申請 不過有時候你會聽到說 建議要工作滿一年周債的申請 不然很可能會被銀行認定說 哦你的收入是不是不穩定 或者說銀行覺得 你身上的債務已經太多了 覺得信用記錄不夠好啊 可能有延遲繳信用卡的欠款啊 或者說你申請貸款的原因 用途不符合銀行的規定 交出去的文件不符合要求 這些都可能會被拒絕申請 大多數銀行貸款簡單來說 就是把你未來的現金流 提前到今天來使用 也就是說你在借用你自己未來的收入 但是加密貨幣世界裡面呢 在平台上面借錢 比較像是從當鋪那裡得到貸款 如果我需要錢 我就會拿像是珠寶啊 黃金 手錶 汽車 這些有價值的東西拿去當鋪 根據這個東西的價值 從當鋪那裡呢 拿到一個貸款 比如說可能會拿一支價值 一萬美金的錶去當鋪 那當鋪可能會決定 借給我價值的一半也就是五千美元 當鋪還可能呢 會在借款的期間來收利息 最後如果我沒有辦法按時還款 當鋪他有權利把我的錶賣出去 這個方式就可以確保說 當鋪借出去給別人的錢 有辦法回收 所以說這一支錶 就等於是一個擔保品 這樣也很好理解說 為什麼當鋪他會收一萬美金的錶 但是只願意借給我五千塊錢 因為如果當鋪沒有抓一點這個價格空間 當作保險 他們可能就很難長久經營啦 換句話說以我的角度來看 我的抵押品就是超額抵押了五千美金 在加密貨幣借貸平台上面 貸款的運作方式 也就是用這樣的邏輯 我把我手上的加密貨幣當作單薄品 我就可以以法幣或是穩定幣的方式 借出單薄品價值的一部分 比如說我手上可以抵押一萬美金的以太幣好了 去加密貨幣借貸平台上面 借出五千美金的穩定幣USDT 這樣一樣是超額抵押的邏輯嘛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機制呢 因為加密貨幣的價格波動很大 如果我用來當作單薄品的這個以太幣 突然幣價下跌太多 我又沒有辦法即時的增加單薄品 那我的單薄品呢 就會被平台賣掉 這樣平台才可以確保說 他們能回收借出去的錢 所以這樣聽起來跟當鋪的運作機制很像 那為什麼大家會用加密貨幣借貸平台呢 幾個原因哦 因為平台他不需要信用審查 而且立即批准 也就是說他的邏輯不像是跟銀行界信貸啦 信貸的時候你是要用你的信用當作單薄嘛 加密貨幣的借貸平台呢 他就只看你手上有多少加密貨幣抵押 他就借你多少錢 不會因為你是這個亞馬遜的Jeff Bezos 你的信用就比我高 我們只要拿出一樣多的加密貨幣 當作單薄 能跟平台借出的錢就是一樣多的 所以就有多少實力做多少事 這就稍微解釋了 剛剛說幣圈借貸是沒有歧視的原因 另外加密貨幣借貸的好處呢 是不用填寫這種無窮無盡超多的申請文件 你可能會想說 如果我現在很急著 需要五千美金在現實世界裡面用 但是我剛剛說啊 超額抵押一萬美金的以太幣 這表示我根本就有這樣的錢啊 幹嘛不賣掉一半以太幣就好了對不對 幹嘛要去借錢 OK這就有趣了 原因是因為很多長期持有這些 比特幣啊以太幣的人 是因為監店覺得他長時間的表現是會上漲的 所以不想要在這個時候 把以太賣掉換成法幣花掉 如果你不喜歡借錢 那其實借貸平台呢 還有另外一種服務 就是讓你提供你的閒置資金 放到這些借貸平台上面借給別人 這樣子你就可以收到利息的收益啊 也就是大家很喜歡講的這個被動收入 現在我們已經了解 加密貨幣借貸平台的這個基本運作 我們接下來要看看 他實際到底怎麼運作的 我覺得最直接是分成新手等級 也就是最容易上手的這個中心化平台 跟高手的等級 也就是門檻比較高的去中心化協議 來看看這分別怎麼做 影片中的內容呢 都是分享不是金融建議啊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負到這個 提醒風險的責任 所有币圈平台的操作都會有風險 在做任何操作之前 務必要先做好功課 新手用中心化平台呢會比較簡單 我們會用nexo來說明 他是一個2018年成立的 加密貨幣借貸平台 目前有700萬個用戶 共同創辦人Antoni Trankiev呢 在德國出生 他也常常去新聞節目 上面分享他對加密貨幣的看法 新創了一個nexo的賬戶開啟之後呢 這個頁面會長這樣 假設我要借貸信用中心裡面的借貸 按進去充值資產 通常我要借貸 就是因為我已經在其他帳戶 有加密貨幣了對吧 所以選擇通過外部錢包來充值 這裡我可以選擇充值不同的幣種 那我轉了一顆以太進去哦 信用中心呢就立刻更新了 我可以借出1670美元 也就是以太幣現在價格的一半 借貸裡面呢 我可以選擇借美元穩定幣 或者是借法幣到銀行 那銀行的轉帳可能需要幾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來借穩定幣 借了1500美金 首頁呢你就會發現我的投資組合余額變多了 因為立刻就會出現我剛剛借的這個錢 速度非常快 那要怎麼還呢 一樣進入信用中心哦 你會看到左邊這是我欠的錢 我們來還款 可以選擇不同的方式還款 以太或者是穩定幣 然後按一下就完成了 一樣很快啊 我們前面提到過 很多在幣圈抵押加密貨幣資產 借錢的人呢 是因為想要長期持有 手上的比特幣跟以太幣嘛 因為堅定的覺得這個幣種長時間會上漲 不想要這個時候把這些主流幣種賣掉換成法幣 但是又想要有資金可以動用 不管是說要花掉還是另外投資啊 我們找到這一支動畫呢 講的蠻生動的 2020 Adrian took a leap into the world of crypto buying around 30,000 dollars worth of bitcoin his primary goal to grow his crypto holdings then came a game changing idea he decided to use his coins as collateral to borrow 12,000 dollars and finance another crypto purchase with that 12,000 dollars he purchased two more bitcoins back then each bitcoin was trading at around 6,000 dollars fast forward to today those two bitcoins have multiplied in value each one now worth more than 40,000 dollars and the best part he has been earning interest on his bitcoins to this very day whil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possibilities the asset holds 如果按照剛剛動畫說的借出一萬兩千美金啊 比特幣從六千到四萬花了三年 那用平台上現在這個年利息來算的話呢 每一年利息大概是兩千多美元 所以大家在計算的時候還是記得要把利息的成本也算進去啊 剛剛說的借貸平台第二種主要的服務就是 把我的閒置資產借出去然後我可以賺利息嘛 儲蓄中心裡面有彈性的期限也就是活期 有定期比如說以太幣啊可以鎖一個月 所以說借貸平台的商業模式就是剛剛講到這兩種服務之間啊 給出去跟收到中間的這個利息差來賺錢營運的 接下來我們來講講門檻比較高的這個借貸平台 AVE在2017年他最早出現的時候呢 其次叫做Eathland 創辦人Stani Kulachov會出現在各大的幣圈活動的影片裡面呢 之所以把AVE歸類成進階高手使用的 原因是因為他是去中心化的協議 需要用到比如說像MetaMask小狐狸這樣的去中心化錢包 那資產呢就是要自己保管也不能忘記密碼 學習的門檻比較高 AVE他會用智能合約自動算出現在最合適的這個 借貸利率我可以在流動池裡面呢 存入或者是借出錢啊 在所有借貸過程中呢 雙方都是匿名的 所以不需要身份驗證 AVE他在波蘭語是幽靈的意思啊 名字取得很好 就很像在形容這個借貸過程完全匿名的特色 他的借貸用的是流動池 也就是說呢有閒置資金想要借錢出去的人 會把想要借出的錢存進流動池之後呢 AVE就會發一個A代幣給你 比如說如果我存的是貸穩定幣 那我就會收到一個A代 為什麼要有這個A代幣的機制呢 因為平常我們借錢出去 那這個錢暫時就跟我無關了對吧 但是如果我有了這個A代幣 就有點像一個憑證 它代表我提供的加密資產數量 和這些資產所賺取的這個收益率 我還是可以交易去轉讓這個資產 那如果我是想要在上面借錢的人呢 AVE這個協議呢 一樣是超額擔保啊 我要存入夠多的加密貨幣當作擔保品之後呢 就可以從這個流動池裡面借出錢來 借貸利率它是浮動的 跟隨著這個流動池裡面的資金數量變動 如果可以借出的資產量變少了 那這時候貸款的利率就會上升 AVE上面有各種不同的資產可以借貸 點進去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個資產的LTV 也就是最高貸款的價值比 意思就是說呢 這種單保品最大的借貸能力 比如說假設這個LTV的比率是80.5% 那用戶再存入一顆以太幣作為單保品呢 就可以借出最多0.805顆以太的本金 好啦那AVE賺錢的商業模式是什麼呢 比如說從借款人的利息啊 或者是清算 還有這個閃電貸 也就是說在一個交易區塊裡面呢 就償還所有的貸款 還有這個存款人利息這些裡面來的 看完這兩種借貸平台 應該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他們各自有好處跟壞處 在操作的難易度上面呢 中心化的平台呢 把借款還款的流程變得非常直覺 所以新手也可以很簡單就上手 去中心化的協議呢 就需要比較多的這個 幣圈知識跟門檻 摸索需要更多的時間 收益的利息也來比較一下 如果是穩定幣跟主流幣呢 中心化的平台上面利息會比較高 所以在上面借錢給別人 拿到的%數也會比較高 以NEXO來說 借出穩定幣的利息收益呢 可以透過持有 比如說平台幣增加利息的%數 或者是說收益可以選擇 以平台幣來結算 這樣%數又會再提高 同樣的如果是借錢進來 那中心化NEXO的這個 支付的利息也就會比較高了 平台的風險也各自不一樣 中心化的風險呢 就是機構自己爆雷嘛 或者是比如說 駭客攻擊這個平台 要不然就是公司內部自己的人在作怪 所以在用中心化平台之前呢 都要做功課 你要研究一下 如果匯入資金 這筆錢到底是留到誰手上啦 比如說呢 資產存到NEXO之後呢 是第三方托管機構來管的 像是Ledger Vault Ledger金庫 或者是Fireblocks 這些第三方的托管機構 通常都會幫自己的資產做保險啦 那去中心化的協議 比如說像AVE的風險有什麼呢 駭客攻擊嘛 或者是清算的風險 清算風險是什麼呢 就是加密貨幣的波動性很大 所以如果你抵押的那種加密貨幣的價值突然大崩跌 那加密貨幣很可能就會被清算賣掉 那當然囉 去中心化的協議它是沒有保險的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是流動性風險 剛剛說啦 它是流動池的機制啊 所以如果你提供的那種加密貨幣流動性變得超低 可能沒有辦法立刻提出資金啊 必須要等待其他的用户存入了更多那一種幣 你才有可能去提令 如果你是一個堅信去中心化 跟自己掌握自己資產的人呢 那非常可能會比較喜歡去中心化的平台跟協議 如果你是一個希望第三方幫你管錢 幫你托管的人 那可能會覺得中心化的平台更簡單 這種東西沒有對錯 就是哪一種比較適合你 所以最後要來問問你啦 你是哪一種人呢 比較喜歡中心化的 在留言區幫我打個1 比較喜歡去中心化的 在留言區幫我打個2 你覺得你是哪裡划算就去哪裡的 幫我打個3 謝謝你看到這裡哦 歡迎用下面的連結到LINE跟Discord群組 跟努力的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在OKXPN派網呢 跟其他的大交易所 都幫大家爭取到了 最高8折20%OFF的交易手續費減免 用下面的連結註冊呢 你的交易成本就更低了 也歡迎告訴我你接下來想要看什麼 我們在币圈繼續努力 下次見 掰掰